各位好欢迎收看每个礼拜一的晚上20点整为您准时直播的五星足球 我是庄宁宇 今天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头 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国内外足球的新鲜事 关注到国内外足球的点点滴滴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在直播的时候呢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在五星体育互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呢 发表您想表达的观点 在我们的话题当中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也看一看您想说的跟我们想说的之间 是不是能够有点互动 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里头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的前国角也是五星体育的足球转播顾问 李燕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五星足球当中的一位新朋友 但其实在我们五星体育的足球的转播当中 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蔡慧强蔡志导 也是我们上岗精英队的教练 你好蔡慧强 你好张老师 这个今天请到两位嘉宾 一个老面孔一个新面孔 看看我们三个人之间 今天关于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 是不是能够擦出一点新的火花 今天的话题啊 其实很官范 我们都知道中超联赛当中呢 又有很多的教练下课了 也有很多教练来了 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外援 有可能要顶着我们这个奢侈税的 中超影员新政 要这个冒着雨 来到我们的中超联赛当中 同时国际足球赛场上面 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关注 接下来就首先走进五星大嘴巴 先来扫描一下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 中超联赛进入休战期 没有任务在身的教练 球员们自然是忙着度假休息 而有国家队比赛任务的球员 则是忙着训练和备战 媒体们自然也不会闲着 这不6月19号 中超夏季转会窗口就将开启 各种传闻已经暗流涌动 上海上岗这边忙着辟谣 由于在联赛亚冠和足球杯三大赛场成绩不俗 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 将不会在夏季转会市场上有太大动作 而针对上岗集团有意收购上海南蓝的消息 俱乐部总经理隋国阳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据我所知 没有这种想法 也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要专注 把中超的联赛要把它做好 要把我们的上岗足球俱乐部把它成绩 然后取得一个好的一个完成的目标 上海绿地生花这边则是忙着安抚球迷 亚冠早早出局 联赛排名低进降级区 生花上半年度的这份成绩单可不怎么令人满意哦 尤其重金引进的特维斯在赛场出攻不出力的表现 更是让广大生花球迷失望至极 6月9号晚 绿地生花俱乐部管理层携部分球员与生花球迷 进行了一场拖接地气的家宴 并承诺将尽快激活阿根廷野兽在厂商的活力 现在的主要练他的训练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其实是够的 各方面的训练安排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 他是一个比较就是说认真的人 所以说后面两种我觉得还是球员自己 就中国球员先做好自己能辅助啊 或者帮助外员能更好地发挥 因为的确我们得认清楚 我们队的外员是能解决问题的 的确也必须要靠我们的外员来上场场上得分 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家宴上 蜜地生花俱乐部董事长吴小辉还向球迷透露 在即将开始的夏季转会市场中 生花将引进一名 现在正在欧洲流洋的U23球员 他会是谁呢 大家赶快展开想象的试法吧 本周的媒体视频大搜索 我们的主题将是美食 首先让我们